所以刚刚重点基本上就是写存档 如果存档这件事情在Python 里面 那将来不管说你将来处理什么资料 最后都会遇到说你需要做存档的这个动作 只是说你要存成什么样的档案格式 当然最简单的就是像文字档.tst 或者是你可以存成什么csv csv就是common加豆点 或者是说把它存成esale 或者是存成资料库等等的 其实概念上都大同小异 只是说哪个比较简单 其实最简单就是存成像这种tst 它的好处就是说 你存档之后你要开很简单 因为打开就记事本 你要传给别人也没有人说不能开的 当然它缺点就是它里面就没有什么格 那就是一般的资料而已 存档的方式基本上就是 第一个一定是这三行 所以将来你也许 现在记不得没关系 你就把它当范本吧 先贴 然后再来就是产生这个s 那s的话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等于有点像你先产生一个初始 不过其实初始值这个 这一行其实不加也没关系啦 因为我前面讲过 你第一次给它什么它就是什么啦 所以第一次假设你给它空它就空 如果给它第一次已经给它东西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简化 说真的这一行拿掉也不会有问题啦 反正你是第一次给它东西嘛 只是我个人有点习惯 反正我会先给一个初始值 那个初始值有点是以前写其他语言都会给一个初始值的一个习惯 可是在python其实不用初始值 但其他语言需要初始值 OK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你不加也没关系 只是说你加了有没有关系 但也无妨啊 只是说多这么一行 那只是说 以后你们自己在每一行一行去了解的话 最好还是去思考一下 这个加了会比较好 不加会有没有关系 所以你们回去也会试换 如果买的那些删掉 看会不会有出问题 那如果没有问题 那表示那一行就多余的啊 OK 所以有的时候是自己可以再花一点时间去try的 也就是说那个比较好的程式怎么写出来的 其实就是花时间try出来的啦 OK 所以你说老师你这怎么写出来 我花时间try出来的嘛 那你说我一次就写对吗 怎么可能 一定也是思考了很久 想说怎么样的写 会比较合理 然后比较顺畅 也比较不容易写错 所以其实我是用自己的一个习惯去写程式啦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慢慢养成自己的一套习惯的话 而且这个习惯是不容易写错程式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那如果容易写错的那些坏习惯 你把它纠正过来 那以后怎么写都正确了 所以自己想一个方法 这个每个人一定都不一样 那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拿一两层好习惯 反正我容易犯错的地方 我就不要去用这种坏习惯 那自然而然写程式也会比较流畅一点点 那有些实在是太长的程式 我习惯还是放云端 我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拿来参考 修改一下最快 OK 那也没有人说一定要让你全部背起来 但是有些关键的地方 还是需要把它熟练一下 那底下的话呢 请各位再练习一下 底下呢 请各位做另外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的话就是 有一个叫会员系统好了 比如说这个会员系统 这是可能我们从SERVAL端那边 它汇出一个档案给我 这个档案的话 它汇出来是一个TST 所以请各位待会 先帮它产生一个TST的 这个档案名称叫Member.tst 就这一个Ctrl-C好了 然后我们等一下请各位先做一件事 第一个请你找到你的根目录 我是放在C底下的这个 这个我的Python2022的1101这个资料夹 然后呢 我在里面按右键 新增一个什么 一个文件 一个文字档案 然后档名跟副档名就是Member.tst好了 就这一个 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啦 反正就是再多一个档案 它里面打开里面是空的 所以你把这个底下 从这个编号开始 所以你游标可以先放这个地方 然后I shift 键 再去点尾巴 把它选起来 就是这个范围 Ctrl-C 然后把它贴到刚刚的这个Member底下 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产生一个Member.tst的档案 OK好 那我有什么需求 第一个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把这些档案 全部都读到Python里面做处理 做什么处理呢 比如说我今天底下有几个需求 我希望能够读进来之后 可以 就是 因为这里面总共有几个栏位 总共有编号到手机 总共五个栏位 那当然呢 我可能不是要全部的资料 我可能只需要姓名跟手机好了 OK 所以 第一个栏 大家可以全部读进来 第二个的话 我可能希望 我不要全部的资料 第一个 我可能要前十个会员就好了 假设 我们的需求 第一个 我不要全部 我这边有五十个会员 我只要前十个 第二个需求 我不要五个栏位 我只要姓名跟手机两个栏位 所以我硬了出来结果我希望就是显示姓名跟手机 因为我只希望找到前十名的那个会员的名字跟手机号码 其他资料不要显示 那该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我们已经把档案建立了 就放在我们根本屋底下有个member.txt 第一步OK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就是直接再开一个新的文章 那如果我要读档的话 那一样嘛 把它放大一下 那一样嘛 f等于open 有没有 然后把那个档开起来 那个档名称 因为我放在根本屋底下 所以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存档好了 把这个吗 因为如果你没有存档 它好像不会把路径直接指向这个这个目录 所以我把这个改成一下会员好了 OK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给它一个 先存档好了 我先把那个这个module先存档 OK 存在根本屋底下 那member也在它旁边 所以f等于open 然后把那个member.tst直接挡上去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直接打一个member.tst 好 档案有了 然后逗点之后后面就是一个r 把它读进来哦 然后f 点什么 后面就要读嘛 所以有好几个方法 那我们上一次有讲到 我们刚刚用的是read line 可是如果你用read line 很抱歉 你只能读一行 读哪一行 读栏位名称 不对啊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读全部的话 其实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read的 一个是read line 那你说有什么差别 其实理论上这一题应该是用read line 会是OK 比较OK的 不过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你说老师他用read有什么差别 read 你就把它read前面加一个s好了 s等于 然后你就把sprint出来 print 然后把sprint 三行都搞定了 好 那你试试看哦 其实如果你要读档的话 print 不过呢 第一个他出现说呢 他什么呢 and not search file 他这个如果你出现这个讯息的话 表示呢 他找不到这个档案 我看一下 我入境是不是错误 令存心挡一下 我在他旁边有没有这个东西 member.tst 有耶 在这 还是我档名 啊 档名不对 这个应该是叫member 我打错字了啦 好难怪 这个应该是m才对 OK 所以常常会出现那种档名打错的问题 OK 应该是member MEM 才对 好 所以这边改一下 member 这个改一下 member 拼错字了 所以 其实为了要避免这个错误 最好是用贴 可是刚好我拿它打错就没办法 OK 所以 打错了 那怎么办 把它改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呢 看看执行一下 如果说你假设啦 你刚刚没有先存这个module 他也可能会找不到 因为他可能预设路径不在那个目录底下 所以你先存档 放旁边就对了 这样比较简单 执行一下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它会出现什么呢 这个什么 Unical Decode L 为什么呢 Unical Decode L 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 这个存档的那个编码方式不对哦 也就是说 我们在读取档的时候 那我怎么知道说是不是 这个档案有编码方式错误哦 这个时候呢 请你打开这个 Member.tst这个档 然后接下来 请你用认存 认存围有没有 认存围的话 其实主要是要看什么 看就是说呢 它存档的一个编码方式 那各位可以看到哦 如果你今天 奇怪 用那个 内线的 济世本哦 它预设的编码方式 居然是UTL8 所以呢 特别是这个UTL8的话 所以呢 它这个人件哦 也就是它编码方式 是UTL8 那如果UTL8的话呢 它预设是用CP90 也就是用那个 微软它本身内建的编码方式 那所以呢 两个一定是 没办法相容 所以会变成说编码方式错误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是UTL8 那我读取的时候 我就多一个参数哦 所以以后如果你遇到 那个 编码方式错误的话 其实很简单啦 就再加一行 加一个参数就可以 那个参数就是跟他讲说 我这个档案是UTL8编码 所以在这个后面加一个逗点 跟他讲说encoding 所以encoding这边 其实有一个编码方式 那我这边有个叫encoding 有没有 encoding的话你就等于什么呢 UTL8就可以了 那这个可能 如果你实在是 这个参数打不出来 你可以参考上面这边叫encoding 那就这个encoding 等于后面的话 加一个自创 那自创的话 你就打刚刚看到那个叫UTF1-8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说呢 你把那个编码方式哦 把它改成U-6-8 但是以后如果假设啦 你们假设存档的话呢 存档是另外一种格式 就是 比如说你令存心 假设你存的是这个啦 ANSI的话 那跟各位讲 就不会有刚刚的问题了 所以啦 有几个方法 如果你不加encoding等UTL8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档案 令存心档为ANSI 就不会有出错 OK 所以啊 如果假如 我们两个改法 一个是说呢 我 如果我假设不令存为ANSI的话 那我就直接在后面加一个encoding 等于UTL8 然后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呢 有没有 用read呢 他就可以帮我把全部的资料 通通都读进来了 OK 读进来了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自创 那问题啊 如果我今天只需要前十个会员的话 那我要怎么去切割? 所以啊 如果你全部读啦 会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 假如你用的资料是其中的某部分资料的话 那用read就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如果你不是 你要全部读进来看一样OK的 那你用read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有切割的需求的话 那建议你用readline加一次 就是把它当成串列读进来 我给你们先试试看好了 第一个就是把他这个用这个 这边改一个encoding等于列吧 我刚刚讲过啦 如果你想说老师 我不想要加这个东西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有啦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把那个member这个 领存有没有 为改成叫ansi 也就是你把编码方式 改成他内建的叫cp90 或者叫big5 他名称很多啦 这边叫ansi 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OK 把它存档 然后把它取代 如果你改了 那记得 incoding不佳的状况下 执行一样不会出错 有没有这个一样就正常了 OK 所以两个啦 不过我建议你还是用第一种方式好了 我觉得未来还是会遇到比较多是utl8 所以我们一样再把它改回utl8好了 存档 然后呢记得 如果是utl8的话 请你在后面 再加上什么? 加上encoding 痘点有没有? 后面的话加上编码方式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档案给读进来了 所以第一步我们可以读 但是 全部读的话 没办法满足我们刚刚讲的两个问题 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只需要前十个会员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前十个会员 这个时候的话你用read 应该显然就不方便 因为你还要 其实变成说你要切 其实也是可以切啦 只是说你变成说你要再去用sprecher 然后切的话 你第一个要先 按这样 因为他尾巴都换行 所以你变成说你要换行切一段一段 你倒不如怎么样 你用改一下 用readlice 所以这里的话第二个 请你改成叫readlice 加s 记得这个s一定要加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有什么差别 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它就是一个中瓜阿福 然后里面的话它就是一个四串 尾巴一定加一个换行 把它放在这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刚刚的第一行 已经被放在串列里面的第0个 编号0 有没有 OK 那尾巴一定有换行 然后第二点 那 第一个会员的资料 就放在1号里面 这一个文字喔 OK 一时内推 总共50个会员的话 那加上栏位名称 刚好就是51个资料 OK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假设说我要realize 前面的变数名称 我比较习惯用叫lice lice1 不会用s s的话通常是指的是一个字串变数 在这边的话lice1好了 把它print出来 它就是 把那个串列 给print出来 但问题来了 如果我后面假设希望改动一下 就是说我希望取得这个资料 假如是只要显示前十个会员 该怎么做 前十个会员就好 前十个会员很简单嘛 你用那个for eye in range 那第一个会员应该就是编号1 最后一个是10 所以是for eye in range 然后逗点后面的话 就再多少停下来 在第11 在0到10 编号10 所以到11 stop 所以0到11 那你把它print出来的话 基本上就会得到前十个会员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第二个需求 如果我今天需要得到的不是五个栏位全部 而是只要姓名跟手机的话 其他不要显示 那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 如果你只需要其中的姓名跟手机的话 那变成你需要把那一个字串 因为中间加逗点嘛 所以你需要做什么事呢 把它切开来 有没有 这个啊 这个资料有没有 你可能按这样的逗点把它切开来 那切开来之后的话呢 它会回传 因为有五个资料 它编号一定从0到4 那我要的资料 刚好姓名跟手机 所以刚好编号是1跟4 所以我只要取1跟4资料 其他资料不要的话 那怎么做 OK 想想看好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这3行 然后呢 我们最后是用realize 那各位试试看 就是说如何可以做出像 我刚刚讲的 我们要怎么样 这刚刚编码方式我刚刚也有提到 然后呢 如果只取10个会员 OK 这个可能试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如果我要只要姓名跟手机 蓝就好了 OK 那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